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5點23分 我想跟各位講如果你來越南的機場啊 答案嗎 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是什麼 是什麼 我最期待的是看那個 玩具 不是 看那個飛行那個的影片 對 我跟各位講 這邊是進來的地方就是 不管移民署海關都是從這邊進來 這是飛機機場的正中間 人非常多 我們花了大概一個小時吧 應該從 如果從報到加進來應該花了一個半小時 有 真的我們提前蠻早的時間進來 可是提醒大家 來越南機場你真的要預留一點時間 那一進來的部分呢 一進來的右手邊就是免稅店 我們今天是7號登機口 他感覺啦 就是說機場 就一進來是一個很方正的空間 怎麼了 他有免費的口罩 喔真的喔 有免費的口罩 很貼心 我們有了不需要 唉呦唉呦我這個沒有關好 你把我 阿威完全不理我 我沒有關好 你要幫我保護他喔 然後方正的空間 然後 他因為我們出境阿是在樓上 那一出去阿 就是變 航空公司櫃台在左右兩側 那一出境就是你剛才看到那個地方 齁 就是出境以後 我們現在是往右轉 那可以看到7號登機口在這 不過 我真的要誇獎一下阿 這個機場其實是漂亮的 只是說 欸 怎麼 你要走RT喔 你有要逛一下再下去嗎 飛機還沒到啦 飛機還沒到阿 不是飛機還沒到阿 對我跟妳講 飛機還沒到有可能會delay 現在幾點 現在我看5點20 可能會小 欸 小delay 等一下我再查一下飛機在哪邊呢 然後 我們來逛一下 這個 縣港機場 你要去尿尿喔 好 等妳 然後 大家看一下 一進來阿 這邊是一出境的地方啦 感覺有個二樓 通常航空公司的 lounge什麼都會再往上一層 好 不是念我 好 我們來看一下海泥跟指數好了 看一下海泥跟 我猜啦 應該是在 台幣780吧 不知道會不會準 我猜錯了 這個 一坪5塊美金 一坪150塊台幣 太貴了 真的 我的海泥跟指數 就是 這代表 機場 非常非常的貴 很貴 等他們的時候 稍微 看一下 可是原則上 這個機場是設計 很 就我猜啦 他也參考很多 可能比較 比較啊 就是漂亮的機場 的 做法 大家看到沒 你看喔 他滿好玩的 他機場是滿小的 可是一下來 有沒有 我們剛才是從 左邊那邊走出來 然後 他是從這邊走 下來 一下來啊 我們今天的 GAT 是GAT7 我們已經 星宇航空的標誌 已經有看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裡 好 沒有我沒有從 跟各位 講 然後 一下來這邊 是GAT7 然後 可是最棒就是 我最喜歡 後機的時候 能夠 能夠就是 貼近 飛機多一點 然後 這個距離是很近的 所以他 你星宇航空就會從 會停在這邊啊 嗯 我要來找阿嬤 你要找阿嬤喔 對 然後通常會怎麼查 我們的飛機 飛到哪邊 我們今天搬機是 JX1702 通常可能是1701 可是我不太確定 欸那還是星宇航空嗎 喔不是 那還在後退 喔那是越南 越南航空的樣子 那個不是星宇 這個是越南航空啊 我們上次有做過 你可能忘記 你還記得嗎 你不記得了 記得嗎 我喜歡 我喜歡星宇航空 阿佑真的 其實星宇航空 真的有騙到 阿佑 為什麼 跟各位講 因為阿佑很喜歡 你最喜歡星宇航空的什麼 那個影片 應該也不能說騙他 結果拐到他 就是阿佑就覺得說 他覺得那個 卡通 就是 那個動畫 真的很好看 就是安全宣導的那個動畫 好啦你不要這樣玩 下來 他比什麼都好 對 哇 很漂亮的機場 我希望可以一直看那個 然後我希望可以一直看那個 然後不要再看那個影片 對 可是我跟各位講就是這個機場的 就是怎麼講 就是很漂亮很鮮 就看起來真的 是一個很美 那以後就多加個航空叫做星宇 對 那我們有時候出口也會擔心你 對 有會 以後 台灣比較大的航空就是 國泰 欸不想錯 對不起 中華航空跟長龍航空 那現在就多一個 華航 不是阿 你又被 台灣比較好就是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就是華航跟 長龍華航 跟星宇阿 現在有三個啦 星宇 對 有星宇 星宇不是才剛開始 真的有時候 在錄這種一道未檢的時候 真的不能講錯話 都一講錯 真的會造成很大的霧燃 要掉下去了 嗯 走 走 那要掉下去 好啦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機場 非常的美 你知道我叫什麼嗎 你要吃漢堡王嗎 那去逛嗎 鼓鼓帶你去看漢堡王 對 鼓鼓帶你去 喔 現在是五點半了 星天差一點還在廁所 我等他一下 然後 阿優去吃 漢堡王了 我趁這個時候查一下啦 來抓一下這個 這一台飛機 到底 有沒有可能會delay 喔 然後我們就 我就看一下 這是1701 1701 1701 等星天才零出來了 等星天才零出來了 等星天天才零出來了 啊到了到了飛機到了 快要降落了啦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圖 我用非常准 用非常准 這機快到了 預計是在JX1701 就1701啦 不要講1好了 就是反正就是5.44分會到 他們去吃漢堡了 現在5.31分 所以原則上可能不會delay太久 也許不太會delay 不一定 他那個谷谷帶阿優去看漢堡王了 你要吃漢堡王嗎 你要吃漢堡王嗎 看一下 感覺漢堡王生意非常的好 你有沒有知道 我猜他們不在 這個機場你看我剛才出來往右走 現在已經走到底了 所以他其實不搭 人好多喔 他標的價格是嗎 不是越南貨還是 美金啦 很貴對不對 17塊一個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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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貴喔 我剛才 我剛才看海泥根一瓶5塊錢美金 對啊 太誇張了啦 所以我們 我們 二下面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便宜一點的東西 所以你看 我的海泥根指數是準的 海泥根是外面的5倍 美金 美金 對 唉唷 不要這樣跑 唉唷 不要這樣跑 唉唷 唉唷 我有講囉 不要再這樣子跑 拜託 什麼東西去偷的 這邊應該超貴的吧 我們買一包五十四塊 我們買一包五十四塊 買一包五十四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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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點五 我們買五十四塊 我們買五十四塊 越南盾 哇這真的很貴 千萬不要在機場買東西 他這間機場的東西 真的賣的算非常非常的貴 他們剛才看到那個香蕉桿 真的是外面的三倍左右 真的是有夠貴的 就在這裡 地勤就是全部都是越南航空的 然後其實用了幾個立牌也是蠻漂亮的 有沒有 總共有四個立牌 喔 預計四點 呃 四四分 六點四四分 會降落 然後 他們正在逛 我去看看他們買了什麼 可能煙酒的價格還會正常一點 欸 他們已經離開這邊了 都在這裡了 我在前面 好啦我們就走到登機口 在那邊在那邊 所以你來越南機場真的要在外面就吃飽 再來其實現在台灣機場我覺得 這 就是這一兩年的價格機 就已經沒有 到這麼貴了 就是很多吃東西都是 就是之前被媒體爆過一兩次 現在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 相對親民而且合理的 好了我就錄到這邊囉 晚點再跟各位分享 掰掰